田馨老师 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 今天又再度牵手两灯掌停板咯 大家想了解是谁吗 当然咯 看节目咯 欢迎投资好朋友来到 股市甜心的节目 我是品华 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掌被股的代言人 标股女神刘云熙 刘副总理老师 田馨老师好 品华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华冠的投股 股市甜心 严谨老师哦 节目开始呢 先来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 来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姥姥级的标股 姥姥级的掌被股 宝瑞 还包括了创意 这两档呢 加起来超过一千两百个 百分点真的是大丰收 还包括了 不管你是老朋友新朋友 来 老师的标的就是一档接一档 老师的标股一档接一档 老师的掌被股 一样是一档接一档 陈明天今天叮咚 广运今天叮咚 励志强生 噜来噜 噜噜 噜是飙哦 噜来噜好坦 越赚越多了啦 严谐老师就是要呢 让你老朋友新朋友 通通都能赚 嗨翻了哦 赚翻天了 严谐老师为什么你这么能赚 老师你股票真的跟别人不一样耶 人家都标股标股标股 我觉得标股不算什么 真的不算什么 我觉得长辈股 听起来 才是不一样 才是不一样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常讲 你今天来股市不是只想赚十个百分点 当然不是啊 三块五块嘛 才没有呢 而且我也一直告诉大家 如果你只想赚三块五块十个百分点 听节目 节目随便听轻松转 轻松转 真的轻松转 为什么这样讲 我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来 我的宝瑞 是 两百一买的 有 两百八买的 有 前阵子七百还叫你加码 加码 我节目是不是清楚明白 有 清楚明白哦 实力清楚明白 CDMO的代工天王哦 好 来 三坡操作 今天又跳出去了对不对 对呀 又喷出去了 宝瑞还没有到那个生技展就跳出去了 对呀 你忘记领头羊一定要带头吗 一定要 冲第一 所以 所有生技股的领头羊在谁家 在我们家的宝瑞呀 恭喜大家 露探露掂 有没有看到我哪需要生技展 我只要靠近生技展我就先动了 对呀 时间越靠近股价越飙 我还不要提醒你还有哪一只块咯 嘿嘿嘿 我们那个很强的有够强的 其实该才品化剧透了 但我不要提醒你 对 那个那个真的太猛了 那个再跳出去我的长辈股又要多咯 是哦 他已经预备备咯 真的来来路上咯 好啊 重点我说嘛 因为你想要赚的是长长久久 当然 你一定要爱对人嘛 要跟对人 你看我宝瑞可以从去年讲到今年 是啊 让你从去年赚到今年啊 这种感觉舒不舒服 当然舒服 买到忘记能赚翻天咯 你需要一直看盘 一直盯产业 一直盯营收吗 不需要 你只要follow甜心就可以了 那些琐碎的事情我来就好 交给专业新的专业 不然你一下子看到营收没上来就吓死自己 对啊 那些事情我来就好 交给甜心老师就可以了 有时候营收下去反而是你的机会 你要了解公司 好那所以你看生技的领头羊 今天是不是再度创波段 新高 恭喜大家 创新高代表什么 任何时间买都是赚钱的 还有那个有够墙我过几天再来讲 好那个有够墙 其实老师早就民事健安是给大家了 再来哦 跟着盐熙 就是永保安康 就是赚得长长久久 因为在盐熙身边 盐熙的产业够了解 然后不会因为股价跌 然后就不知道状况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到今天采源广进 是不是亮灯 掌停板 来哦 一个波段160个 百分点 广运我对他有多熟 我讲给你听 好 前两年我在做太极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那个广运啊 是太极的妈妈 嘿 有没有记得了 有有有 我这样讲你马上记得 我口吻不会变啊 对 好 然后呢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那时候太极已经做了六倍了 奇怪为什么广运不会动呢 因为广运的技术 我那时候前两年就在想 他的技术很特殊啊 而且他也跟工研院 经济部都是一直持续合作 为什么还不会动 我不甘心不放手嘛 我啦 我对他 对 所以你要知道我在 这些产业花多少时间 所以你现在看到广运 一个波段标出一百六十个百分点 袁夕你三字头在买的耶 三字头标到了 毕竟九字头的股价耶 三字头在买 你可以去看我那一阵子的节目 全部裁员广进 裁运亨通 裁运广进 裁运亨通 我连那个测标 都清楚剧透给大家了 对 结果后来粉丝还跟我说 老师你那时候一讲 我就知道哪一档了 你是铁粉哦 他是铁粉 他听了两三年了 我们一路帮你追踪的股票 你不管是买了三字头四字头 现在涨到了快要九字头 重点来了 延细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了你现在看K线 我们要驾驭的不是只有标股 我们要驾驭的是长辈股 因为你在长辈股代言人的身边 如果你只是要一般标股 你也不用看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来 是不是记得这一根长黑 对 广运在六月底的这一根长黑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一个都跑不掉 有的 而且我也讲明白了 如果你只是看技术分析的好朋友 这里就已经被洗掉了 对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这里被洗掉后面的60个百分点 跟你没缘耶 那我们能做这样子很不OK的错误吗 当然不行啊 对呀 因为我不要小打小闹啊 我要赚长长久久赚大的 我要赚大的 因为我知道他的产品全台湾就他出的来嘛 那因为我知道光散热这个技术就只有他跟工研院跟经济部合作嘛 所以我可以知道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可以赚到别人赚不到的 没错 这样合理吧 当然合理啊 再次恭喜会员 越贪越多啦 盈夕老师散热好好赚哦 真的好好赚耶 为什么呢 你来看哦 高丽赚不够 是的 有没有看到高丽放着放着今天又上去了 有 哇老师高丽你从去年赚到今年 你这个散热超级会做 热交换器 热管理器 还有HPC千瓦及散热技术 只要讲到散热问言夕就知道了 没错 为什么 高丽赚不够 万债赚来到 万岁也超过一百个百分点的长辈股 一样是散热 没错 哇好奇怪哦 我以前都只知道见准 我怎么不知道那个万债 很多人 万债也是散热 对 可是我说过了你要CP值高嘛 当然要啊 我喜欢我们要赚大的啊 我们要赚大的 一定的 所以呢 高丽赚不够 万债赚来到 哎呦万债赚不够 现在 广运继续 赚来到 居然翻天了啦 就是散热的技术啊 没错 再拉回来 散热为什么这么夯 因为车用要用 因为AI伺服器要用 那因为AI现在全球在封了 为什么 我这里要讲 很多人会说 AI过热过热过热 我告诉你没有过热的问题 你看着我 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 是 来哦 我一直跟你强调 之前在1995到2000年 那个PC换机草 资深的 粉丝 资深的谷迷 一定都可以知道 是 阿新的弟弟妹妹们就听姐姐来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在股市要有这样这么久的经验 再加上眼光 你才不会预设高点 就像我 我就是不会预设股价高点 所以我才可以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长辈股 当然 因为别人总是标股 但是我们是长辈股 你要听清楚是长辈 是股价翻倍 被翻的哦 对 那为什么可以来PC换机草那一年 你看到那个不喜欢买的华硕 都可以涨七倍 对呀 那一年不管主机版 版卡 全部变标股 基本上 只要半导体全部破百 我很记得 我那个时候很年轻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分析师 是 我记得我好像 有一天看看电视 我就 那个 那个旺宏给他按下气 按下去 结果隔一年 我也懒得看 隔一年翻五倍 哇 好 奠定我喜欢看长辈股的个性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一年 从此养成只有长辈股 我不要讲我那年纸岁 可是从那一年开始 我从此 我就是喜欢看长辈股 那我就是喜欢去看产业 误打误撞 可是我觉得我就很有缘分 跟长辈股 因为我操作的第一档股票 就是长辈股 哇 难怪那时候就订定了 就是长辈股的基础 长辈股的DNA的基础 那你再看回来 哇 既然后 现在颜希子跟我说 你要看哦 那个PC花里基潮 延续五年以上哦 那你看 AI ChatGPT 才一年 现在才半年 才半年 刚开始而已 才半年 很多时候是长高了以后 整理 是叫整理 整理以后 才有机会再拨拨高嘛 那我是不是创高以后 要整理 可是当股票在整理的时候 你到底知道 它是整理还是出货吗 这就是问题了 对呀 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为什么 我可以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 因为我都明确的告诉你 就像广运 那个时候在整理 我就告诉你还没嘛 对呀 还没更爽啊 因为主管机关规定 我不能讲目标价嘛 不行 那我只能跟你讲 还没啦 还没啦 我只能暗示给大家 对不对 我已经很明示了 大家其实已经有清楚明白了啦 严席老师 你跟女汉子一样 就是直肠子什么都说 我直肠子 我什么都说 我藏不住话的 没错 真的 有什么秘密都直接讲 可是我觉得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 是心思客纯 是 这样好不好 讲 讲难听一点就是单纯笨啦 他讲好听一点叫心思客纯 我们最喜欢老师这种个性了 什么话都藏不住了 然后呢 当然能帮 当然是希望帮助大家 一定要 你看哦 你看今天一举成名 也冲出去 有 是不是跟饥渴 跟散热有关的 然后后来 今天我们的一言九鼎 也冲出去 乌啦 一言九鼎 有没有跟伺服器有关 有啊 AI伺服器要不要网通 要不要连接 要不要光鲜 都要啊 光通讯要不要 来看前面这一档 跟谁做的很像 德胜啊 哦 老师 你在讲德胜的时候 你已经提醒我前顶了 看清楚 画面的右下角 所有操作是事先预告的 我根本不怕你转 连遮都不遮 直接大啦啦的 送给大家看 不用遮 一堆人想要充滑西瓜 那你的事情 我喜欢CP值高一点 有没有看到 什么叫CP值高 前顶三字头 现在飙到六字头 哇 这个波段逼近70个百分点 再来得胜也是两位数 直接飙到三位数 乌啦 这才叫CP值高 这才叫把你的资金是翻倍 再翻倍 来股市要这样才有意义啊 哎 对啊 这才是你要的啊 对啊 所以再次恭喜会员 这段时间后我们就是转过来 又转过去 天天都是转 所以亲爱的朋友来 想要那个哎 跟着我们的会员哦 来同步来一起来喜悦的好朋友 见着我们的会员获利的喜悦来 这一次活动是免费的 对 还有人在问 不用啦 不用啦 免费的 不过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什么啊 我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下次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哦 哎 亲爱的朋友 这个行情哦 这个行情真的不容小觑哦 我不要再送了 我不要了 我不要再免费了 所以这次哦 你如果错过的好朋友们 下次什么时候不知道 所以走过路经过 来电做把握相逢 即使有人听到就是你的福气了 然后免费让你拥有五日盘讯 免费的哦 广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咯 欢迎谁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电话拨通了没 这次的价值千金万金的盘讯内容 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哦 让你参与我们会员获利的喜悦活动 是免费的 来跟上甜心的生根产业 你的长辈股才能够一档接一档 老师刚刚提到了 为什么甜心这么喜欢长辈股的原因 是因为 其来有志 在N年前 好不好 低档股票 买的低档就是长辈股的老天儿啊 而且我常讲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家里有长辈你一定要很友好 当然要友好 悉心呵护啊 一定要悉心呵护 对老人家 因为人都会老 我讲实在话 人都会老 你对老人家反而要更照顾 一定要更尊敬 我们对 这样夫妻才会常常 久久啊 老人家就是正家之宝 没错 一定要细心来呵护啦 所以亲爱的朋友 来 赶快把我们的五日盘讯带回去 活动是最后一天的哦 免费让你拥有五日盘讯 另外 听说 老师 听说你红到外太空之外呢 已经有 邀约新节目了 对 要走出户外耶 那个新节目是要出外景的 要出外 天哪老师 真的 看到我要跟我哈喽哈喽 小粉丝 那那那那可以来个亲 ved照发归耶 可以吗 很可爱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 IO 好来记得看到老师记得 Say Hi 打招呼好不好 打个招呼 哇 天心 一定有人说老师 你本人比照片 比营幕上还好看 听到这个我就开心了 你要什么股票我都给你 你看 嘴巴记得 舔一点猪咪 真的是要像品花这样讲 什么都好 真的哦 老师你怎么那么漂亮 亲看更美 一定要這樣子好不好 紅到了外太空 連節目都來邀約了 因為上半年已經16檔 長輩股了 你看看最具有長輩員的老師 來邀約我的時候 那個製作人還說 從沒有 股市從沒有像你這樣的操作 真的太瘋狂了啦 跟你的個性很像 這樣會越來越知道我的本性 但如果你知道 去年大凡回落6000 還有8支 今年直接乘2 而且才來到7月份而已 還有半年欸 我一直覺得這下半年 我還有你看喔 因為通常我們每年 都要結算一次嘛 對 沒錯 所以你才可以知道 去年有8檔長輩股 前年有10檔嘛 10檔 對 那現在才半年 是啊 就16支的長輩 而且還有步伐 正在來的路上 什麼叫正在來 我說那個生計有夠強 有夠強 差一點點而已 是 好 再來 還有孩子 國後有那個好運發達 好運發達 齊開得勝 齊開得勝 一舉成名天下之 安太歲 安太歲安得好 你就會立志做大事 這幾支都在來的路上 這幾支都超過70個 百分點了 那是不是在來的路上 預備 我不知道誰比較會跑啊 哈哈哈哈 到底哪一支 又會即將插上翅膀往上衝呢 所以好的股票我都事先給你 一定要 我的操作齁就是清楚 明白 而且實在做 實在講 實在講 因為我要的是長長久久 當然啦 我不是要你只是 賺兩塊賺一塊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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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是紙商富貴啦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講 現在大家其實平常很忙 很多人工作 可能到下班時間回去 才有空看一下手機的Line 沒有時間看手機 沒有時間看盤耶 或者是說忙著應酬嘛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不了解股市 你看股市現在又一萬七了 這麼漂亮 那如果你不了解股市 後你聽著電視節目在講 你就隨時下去買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 你要去思考這個動作 對 是不是跟賭一樣 賭徒一樣 不要 賭喔 是 我認為喔 如果你今天操作股票 拿那個賭的心態 因為你不夠了解公司嘛 不清楚公司的產業的前景 不知道公司現在哪一個產品的營收 占比高嘛 這些都很細末 當然 很四肢末節的東西 如果你不了解 那你就買這家公司 啊是不是賭的成分比很多 當然 那賭的成分只能說你 如果運氣好福氣夠就賺嘛 是 那如果不好呢 那就很 反之呢 千萬不要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不要用賭的心態來股市 因為你今天要來股市 是要學到 要做到 要賺到 你要用產業去模擬你的心性 沒錯 為什麼 因為賺長輩 是需要時間的 當然 你看我的好運發達 是 我的旗開得勝 都超過70個百分點 一舉成名 這些股票 勵志做大事 安太歲 都超過70個百分點 如果你沒有那個耐心 你抱得住嗎 當然抱不住啊 如果你對產業不夠了解 是 你賺得到嗎 賺不到啦 這就是我跟別人的狀況 是不一樣的 沒錯 我說過你現在的操作 一定要與時俱進 不要再拿過往的經驗 來看現金的盤 不行不行 這很重要 沒錯 所以我當然還是希望大家 看了我上半年的 十六檔長輩股 下半年一定要愛對人 一定要跟對人啦 跟對人 愛對人 你的賺錢 這條路才會長長久久 想要撞到盆滿 撥滿 接下來下半年度 還有五個月的時間 這樣就足夠耶 想要賺的比上半年度還要來得多 上半年度賺不過 你想賺更多的好朋友們 趕緊跟上甜心的腳步了 那麼再來今天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活動最後一天 五日盤訓 還沒擁有 還沒取得 還沒獲得的好朋友們 趕快把握今天最後一天的時間 五日盤訓 直接讓你擁有囉 讓你一起來 新朋友 靠近甜心多一點點 你一定要靠近甜心多一點點 見證我們會員的喜悦 來見證甜心的操作 來 你的獲利 你的這個跟財賢的距離 又會更拉近一點點了 五日盤訓 即刻來點 免費來做擁有囉 廣喜 給大家打電話囉 節目最後再次感謝甜心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品化 幸運甜心 在華冠 榮華富貴 賺不完 延期祝全國的好朋友們 越賺越多囉 YDP拿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Bye 華冠投顧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